要忙就知道芒果成熟了 成熟了可以買過來吃了 芒種你可以看到的節氣就是芒作物成熟了 也要開始為秋季的作物來開始播種 有言語說好吃的東西但是我很冷氣 也就是那天氣很熱了 開始不想動了 縱使有美食在你的面前 你也有點懶得去拿 這就是天氣開始慢慢進入盛夏的感覺 食材大家都很喜歡吃的 西瓜荔枝芒果等等 都是現在很扭西的水果 但是不要忘記荔枝跟芒果屬於比較燥熱的 如果你是容易上火的體質還是適量攝取 再來看一下天氣的資訊 今天清晨一樣有下到了大雷雨的警訊 你可以看到五後的雷雨下到午夜的雷雨 今天在花蓮又有發大雷雨 昨天更不用說了 好多的北部朋友都被雷聲給吵醒 昨天的面積比較大今天比較少 但是一樣有五後的雷雨變成五後的雷雨 當然專家說這是比較少見的 有幾個原因包括了風向微弱 大地壓的邊緣還有高空一樣有潛在的熱能 在下午或傍晚還沒有消耗還沒有下完 就直接一路下到了午夜或是凌晨的時間 未來幾天會慢慢的減少 但是午後震雨的機會還是蠻多的 最主要的大氣環境現在是比較不穩定 又加上了現在夏天的典型氣候 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也抓了一張各國的什麼路徑 今天已經有在昨天的生成的熱帶性地氣 最快今天會成為今年的第三號古超颱風 古超是羅尼西亞這邊 命名的在他們當地是江黃的意思 古超慢慢的可能在今天成行之後 來到了又是這個角度 在菲律賓的東方有一個北轉的角度 也因為週末的高壓減弱 所以開始遠離台灣 對台灣只有外圍風浪的影響 應該不會有太多間接甚至直接清洗的可能 所以還是要把焦點放在週末封面來襲 現在還有封面嗎 當然五六月就是美雨季節的旺季 所以封面慢慢流往南壓 影響的範圍跟這個時程跟大小還要再觀察 但至少看起來週末天氣是比較不穩定的 加上西南方的南海有些擾動 有待觀察會不會給間接影響台灣的天氣 這個是週末要觀察的 然後週五前基本上就是夏季的典型氣候 明年開始午後見雨的範圍會再擴大一點點 所以最後快速掃瞄一下今天的溫度降雨 跟昨天蠻類似的 一樣山區跟靠近山區的平地 塞巴喉在山區活動的朋友們 交通路況帶雨具蠻重要的 各地的高溫跟昨天蠻類似的 所以有一點悶濕悶熱的感受 然後雨下下來有稍微再掉一點點的溫度 衣服的增減穿搭就很重要 高溫一樣發了四個縣市 花蓮 台南 高雄 屏東 防曬補水 山區的午後陣雨 會維持一段時間 三四五目前看起來會再多一點點 但是就是程度上的不一樣 週六過後就要觀察 這個封面系統會怎麼影響台灣的天氣囉 像時間戰略之力 有一點點 好幾恥 我在看天氣 如果是因為 偷減不得 我們不見分辨 我們會再多一點點